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也很久没有聊台湾的话题了 很多台湾的观众最近也很少看我的节目 台湾的事其实不是不想说 不是不想聊 但是有时候聊着聊着心就寒了 想当初前几年在聊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看国民党不是个东西 骂国民党 刚开始看韩国瑜还挺不错的 后来觉得韩国瑜也不行 又开始骂韩国瑜 然后就开始挺蔡英文 挺民进党 不过这个民进党上台之后 越了解的越多 那个时候有台湾的网友不停的给我爆料 每天整理了很多信息 说老黑你要是做台湾的节目 台湾的这些政治 一些民生 经济 政策 你都要去了解一下 我了解更多了之后 台湾的话题 哎呀他还是不多说了吧 说了之后搞的可能也让很多台湾人也不舒服啊 是吧 左右都不好 你说国民党不好吧 有支持国民党的 你说民进党不好吧 有支持民进党的啊 那但是今天呢 为什么要聊这个台湾的话题呢 因为现在 哎呦 美国的白房子里面啊 美国的白房子里面啊 谁啊 瞌睡啊 总统啊 脱口而出啊 毁灭台湾计划 那这个咱们就得稍微看一看聊一聊说一说了啊 咱们打开这个新闻细节来看一看啊 把这个字稍微调啊 调集中一点啊 咱们一块看啊 中国台湾网22日训啊 这样看啊 据台湾忠实新闻网报道啊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这个失信不断 失言不断 中国国民党前明代蔡正元21日发文指出 美国华盛顿广播节目著名主持人加莱尼克松说 白宫内线消息啊 这是白宫的内线应该是新闻的线人吧 给他们爆料 问有什么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更具灾难性的事件 拜登竟然回答 等你们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 嗯 是这样这个细节还没报啊 对此台大职位教授蔡举正气炸 表示怎么可以说这种话要负责任的 嗯 台湾很可怜的 咱们就是呃 怎么看呢 对于美国来说是什么呀 台湾他是棋子啊 美国他就是说利用台湾去搞一些政治正确的事情啊 比方说去年呃 时不时就来一个访问 台湾啊 佩洛西访问台湾啊 美国议员访问台湾 美国的议员还是跑到日本去消洒一圈之后 哎呀 喝完酒了 泡完妞了啊 衣衫不整的浑身是汗的 啊 夏天吧啊 衬上的寇服这都不记得飞到呃台湾去了 说防御台湾那几个议员 结果一些台湾的一些官员啊 还西装革履打领带戴口罩 夏天呐各位 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 夏天穿着西装打个领带多热呀 我看着都热啊 那些议员到台湾去干嘛呀 去做秀啊 啊 咱们继续看这个新闻啊 网友看完之后纷纷表示啊 前几天就有网友贴出来了 台湾有无数媒体敢贴出 知名度高的蔡先生是第一位贴出的 有几个民队界媒体敢说实话 两岸都需要觉醒 不能被政客出卖了 这是台湾人自己说的吧 不能被政客出卖了 政客没什么好东西 我跟你讲 政客没什么好东西啊 之前我还觉得 泰英文的形象高大上 现在觉得还不过如此啊 可能这样说呢 两边不站队 两边不讨好 两边不是 两边都骂的话 到最后可能两边观众都不太喜欢 但是事实就摆在这里啊 他不敢相信美国啊 蔡局正说啊 不敢相信美国这么直接 从来没有看到 把台湾团成这个样子 这个消息应该今天做头条啊 台湾啊 2300万人要觉醒一下啊 台湾2300万人要觉醒一下啊 这个拜登啊 今天我还看的一个关于很多年前的例子 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贝尔格莱德啊 什么什么轰炸什么什么 啊 我们要把这里城市的每一个桥梁啊 都给炸断 我们需要出动我们的飞机啊 把这边废墟依偎平地 当时是在什么时期啊 90年代啊 那时候拜登他还是副总统的时期啊 说那样的话 那我们应该去仔细去审视一下这个战争 到底战争它是干嘛的啊 战争它都是政客的工具啊 啊 我们再来过一过这个新闻吧 说了一个再说第二个吧 书明院10号啊 消息来源防御网啊 拜登说漏嘴了啊 美国有毁灭台湾的计划 嗯 这个呢还是一个关于乌克兰的事件啊 不是不因为是死路一条啊 大概就这么一个事啊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最近这几十年啊 有很多人对于美国呀怎么说呢 我再三强调我之前我是精神上的美国人 我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 对于美国精神的了解 我相信95%的观众都没有我了解的深刻 所以说美国变成这个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痛心疾首吗 我也痛心疾首啊 但是你看看美国自从二战之后啊 美国是强大了 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啊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航母加起来都没有美国的多呀 啊那时候打热战的时候 美国造航母下脚的似的哗啦哗啦 造了几百艘啊 各类航母 除了这个军用航母还有一些后勤航母 几百艘 我去超级大国呀啊 但是但是后来呢 啊我们是看到一个强大繁荣富强啊 输出啊 好莱坞文化输出这个可口可乐啊 输出摇滚音乐 这么一个一个美国 但是你看同时地球上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朝鲜战争啊 越南战争啊 海湾战争啊 阿富汗战争啊 伊拉克战争啊 地球上的事不断呢 哪一个哪一次背后少得了美国呀 啊 你去深挖这些信息 还有人说哎 老黑你不懂你不懂 老黑你不懂 在这乱说 老这个美国 他那是打击这个独裁国家啊 然后把那些国家独裁者给推翻掉啊 然后再扶持一个民主的国家 哎那你想想 美国扶持这么多年 扶持半个世纪的民主国家 怎么那些国家都越来越乱呢 阿富汗为什么现在还这么的穷呢 是吧 伊朗本来之前是世界上富裕成都排名前五的国家 怎么到现在不行了呢 啊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 巴勒斯坦啊 里巴嫩啊 还有中国 对 说美国是打击独裁打击独裁 那中共怎么现在越来越强大了 你想一想吧 中国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强大了 美国给中国多少援助 前几天还有一个别的别的时政大位说什么啊 说什么中国啊 给其他某个独裁国家做生意了啊 给某某个独裁国家啊贡献物资了啊 说你看这个中共多邪恶啊 中共多邪恶啊 我就直接反问一句 中共给美国提供多少物资 中共每年卖给美国多少商品啊 马上 一群人喷我啊 就是不讲事实 只讲立场啊 为了捍卫他的观点啊 不停的喷我 那么啊 这话题扯远了啊 咱们就再再聊聊这个台湾的事情 咱们看到这么多的前车之鉴啊 阿富汗 伊朗哎 对 你要是拿这个富裕程度来说的话 现在的台湾 而跟这个伊朗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就咱们就不提这个宗教原因了 也就不提这个什么信仰原因了啊 就拿这个经济发展富裕程度来说 现在的台湾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富裕的 然后呢 就是老百姓呢 这个政治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是台湾啊 当时的伊朗也是啊 当时的伊朗也很富裕啊 巴列为王朝的时期 哎呀 在海边可以穿比基尼的 现在你去网上搜一搜伊朗比基尼照片 你看一看那是70年代的伊朗 啊 后来呢 伊朗发生这个伊斯兰革命啊 霍梅尼啊 搞政教合一 美国袖手不管 与其说美国袖手不管 倒不如说美国他在背后 就故意落得啊 希望看看到伊朗 落得这么一个一个程度 这样的话 美国可以在背后坐收鱼翁之力吗 如果说全世界都乱了套了 我美元就成为霸权货币了呀 只要我美元成为霸权货币啊 这个欧培克组织了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石油美元结算呀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 掠夺全世界的财富呀 所以说才撑起了一个 这个美国梦啊 乌托邦啊 这么多人才不要命的北上走下来 往美国跑啊 看到了美国之前的繁荣 怎么撑起来的 美元霸权 不夺全世界的财富 建立起来的 现在在美国打工 在饭店里刷碗刷盘子 一天还能赚100多呢 在这边刷碗刷盘子 一天赚2030 你想想 这边的消费还比美国高 差几倍啊 差距是怎么来的 美元霸权 波动全世界 就这么来的啊 台湾呢 如果说台湾现在 它要是一直是一个繁荣稳定啊 的台湾 对对于美国也不利啊 你想想台湾有什么 台积电呢 造芯片呢 台湾造芯片的技术做牛逼 跟英特尔不相上下了啊 风头盖过英特尔了 那美国的芯片制造业不行啊 还有台湾那些什么高精尖电子行业的 武光制造的一些什么芯片行业的那种机器啊 以前我接触了什么芯片什么封装了啊 当然了那是属于那个什么光电行业芯片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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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炮机之类的 什么搅拌机之类的那些高精尖行业的 哎呀卖的可贵了 一台机器几十万啊啊 但是没办法只有台湾能造的出来 这是台湾的这些高精尖领域做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冲击我们美国了啊 不拿这个伊朗举例子 你们台湾人再看看日本 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啊 丰田汽车哎呀都干那个干过福特了啊 福特都干不过丰田 那时候日本多牛逼啊 日本买下美国的时代广场哎呀 日本人这个这个这个科技发展制造业发展 商品卖到全世界我靠 那个时候日本人走在世界上是挺胸抬头的 美国一个广场协议啊 通过金融手段 先让你这个日元疯狂的升值 然后再来一个贬值啊 就是一一次金融对冲 然后让整个日本的财富缩水多缩水了至少四五倍吧啊 就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 可能每个人每个家庭这个财产至少得缩水四五倍啊 所以说日本这最近这几十年你看一看 在国际事务上就被美国就盖着压着了 你要强大了不行 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也不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安定 富强繁荣的台湾呢 啊 台湾人醒一醒吧 啊 醒一醒啊 咱们在这里呢 不能就是说好像是在骂这个美国了 怎么怎么样 其实美国我是非常喜欢那个国家的 那段历史太精彩了 只不过现在这几年的政治啊 你看着痛心疾首心心心疾发痛啊 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啊 不管是美国欧盟 台湾 中国俄罗斯 其实政客呀 只要是客政客 几乎都没好东西啊 你不要对政客抱有任何幻想 老百姓这个 纳税人啊 选举被选举人 你们要时时刻刻监督这个政客啊 包括台湾人一定要好好监督这个蔡英文政府啊 不要让他们乱搞啊 我可不希望将来某一天看到台湾山林涂炭 是吧 一个岛国嘛 你往哪跑 你跑都没地方跑啊 是吧 毁灭台湾 怎么毁灭台湾 这里拜登就是说没戏说 但是呢 一度的坏水多着呢 你自己慢慢想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吧